1920年8月 中共正式成立 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 1921年7月23至31日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会议通过第一个党章 奋斗目标就是推翻资产阶级 废除资本所有制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很明显 李大钊参与创立的中共 从一开始就被苏俄操控 直接的目的就是 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 中华民国 李大钊被杀的第三个深层原因是 他根据共产国际指示 从事反华活动